好 下次來高雄找我啦 下次來高雄找我啦 選上之後要辦個什麼 選上之後要辦個什麼 先預祝啊 先預祝啊 參加我的就職典禮 相信高雄 看好未來 再次感謝我們野百合學運時期 今天所有來到現場 來跟我們加油打氣的好戰友 我們的夥伴們 我們幾個熱血青年 雖然現在是中年大叔啦 但是當時 雪中是留著改革的血液 我的對手 做了很大的一個 這個在網路上 或者是在他的這個 文宣的一個攻擊上 做了很大的一個 這個功夫 看起來聲音很大 看起來似乎 在網路聲量很大 但是你仔細看一看 其實 這一股力量 或者這一股聲勢 其實背後並沒有一個 鑑定的改革的理念 支撐 高雄人的痛 只有高雄人才了解 也才會疼惜高雄 所以我們其實很 很難過 看到說 當高雄要站起來的時候 那有人還在 把高雄講得那麼不堪 把高雄講得又老又窮 作為一個永遠的改革者 作為一個永遠 推動進步價值的改革者 我希望說這場市長的選舉 我能夠不僅在高雄市長能夠獲勝 我也有信心 在這場市長的選舉之後 整個高雄市的一個翻轉蛻變 整個高雄市的進步發展 在高雄成功的故事裡面 有刻著所有高雄市民的名字 其中一個當然是陳其邁的名字 那個小野的支持 那在網路上還有一些媒體上面 已經引發了一些效益 不曉得說 是不是你們當初所期待的一些聲量 當時是在十月下旬 那拍攝的時候 我們也給這個小野先生看過 所以他因為跟我已經認識 非常久的一段時間的朋友 我們也有很多共同的文化界的友人 那小野當然對高雄這幾年的發展 他也有高度的期待跟肯定 那我們也有很多共同的理想 文化人跟所有很多的 在我們台灣社會努力的人 這個都是我們共同的一些目標跟理想 這個跟藍綠沒有任何的關係 跟選舉也沒有關係 政見會應該是很清楚的自己 能夠傳達自己的政策的理念 我會欣賞對手的優點 改正自己的缺點 韓國瑜話已經講得夠多了 講話多 會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這個辯論畢竟是 還是大家會做一些演練 但是我比較希望說能夠呈現忠實的自己 把自己的政見講清楚 這個比較重要 我對他的資訊沒有什麼太大的印象 公報好像也找不太到 新聞報導也比較少 在國會過程裡面 我們推動很多改革的法案 很遺憾的韓國瑜立委當時 都是站在反改革 反民主的那一邊 我在國會 今天回到立法院收拾行李的時候 把我的行李打包 我帶走在過去在國會裡面 過去在國會問政裡面所努力 跟打拚的一些成績 我覺得我盡了我最大的努力 守在改革的最前線 全部都會弄成 讓我 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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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